哈喽大家好,我是宅女小红 礼拜一早上呢,希望用无语伦比的废话 陪大家度过一个通勤的时光 那这个节目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podcast 叫你好,我是宅女小红 我们节目最受欢迎的单元 也是我们节目唯一的一个单元 比有青红灯 我们一直会收到非常多网友的来信 希望我们解决他的问题 但是我们的网友来信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的节目真的不知道 有没有办法撑这么久 所以呢,我们决定先开一个小的节目 然后来专门回答网友的问题 那因为呢,我和工程师两个人 是没有什么办法讲话的 所以呢,我就特别邀请到 我人生经验最丰富 什么话题都搭得上的好友 任期宝来跟大家 来当客座主持人 跟大家一起回答问题 我们欢迎任期宝 你好,大家好 好的,第一题是 我的烦恼是不知道其他男生会不会这样 我老公很爱瞧他的鸟和蛋蛋 是在平常生活中哦 例如滑手机躺着时 一手就会放在鸟上 时不时摸一下他 好似在摸小贝贝鸟 我需要强调不是在打手枪哦 站起来或坐舌 他不管怎么样 他都要瞧一下 对了 他的鸟也没有大到什么程度啊 何必老是瞧来瞧去 我会这样比喻呢 虽然我有一个大胸部的同事 也常常因为奶大 奶罩太小 然后呢 所以常常会说 伸手进去捞奶子 他觉得这些东西是他们的 可是其他的困扰 应该是比较他老公的问题啦 他觉得一直瞧鸟 是他老公的毛病吗 他想知道 他的署名是中年人妻 那我要告诉你 很多老公都会这样啊 都会这样啊 对啊 工程师也会啊 他在家里这样 躺在沙发上这样 然后我就很想说 你不要这样子 小孩子会学 就是没有小孩的时候 我会觉得 那就算了 因为他 我曾经问过他 他很震惊的跟我讲说 因为鸟和蛋会粘在一起 他想把他们分开 那只是一种说法 没有 这就像女生穿钢圈内衣一样啊 因为胸部太大 有时候会粘在下面 会长疹子 所以你才会穿钢圈内衣 把它立起来 可是男人没有那个啊 男人没有那一类的装置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是不是真的 粘在一起很不舒服 这不是一种说法 这是一个事实 这是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情况 但其实他其实就是在 在把玩他而已啊 就像女生有的喜欢 讲电话的时候 喜欢卷的电话线 然后或是卷的头发 卷发尾之类的 那他其实 就像有些人喜欢一直 觉得摸别人的耳垂很舒服啊 或什么的 但是可能那块肉是长在那儿啊 嗯 就是是 OK 对 他只是无意识的觉得 他正在看这个影片 然后又搭配着 摸鸟 他觉得很快乐 对啊 他觉得很舒服 有种安稳的感觉 对啊 所以我们其实是要告诉你 很多男人都会这样 对不对 工程师你可以提出 你为什么要 就是要把它们分开 对不对 你用一个男性的角度 跟大家解释 这件事情的原因 对啊 因为真的会黏在一起 对啊 尤其是夏天 因为我 所以冬天还好 冬天 还好 但是冬天可能 你现在有开冷气 皮肤比较干燥 就会觉得 有静电吗 有静电吗 鸟汉在那儿鸟 鸟汉在那儿鸟 还可以生火 啪啪啪 然后就 走火 突然不取火 你就说 爬两个家 急急急急急 突然就取火了 这样吗 够了 人会消砸破 其实是真的会这样啦 我觉得好像会 而且因为我有儿子以后 我以前觉得很受不了 可是我有儿子以后 我可以体会 小孩子也很喜欢这样 没有 他们会黏在 他们真的会黏在一起 不是喜欢 不是他会默着觉得舒服 是真的会黏在一起 像我大儿子 他之前要尿尿的时候 他都会有一个意思 他会自己把 他需要尿尿的步骤 讲出来 因为他正在学习尿尿 这件事情 他就会说 脱裤子 撕下来 因为 急急跟蛋黏在一起 他要把它撕下来 不然他有可能会尿到裤子 所以其实他真的会黏在一起 所以这位太太 你也不要太在意 所有的 很多啦 很多老说 可能王耀明也会 你会被告我 说布鲁斯威利 可能也会 也会 对 因为既然大家都会 汤姆克鲁斯也会 没有可是美国天气 比较干燥又比较冷 可能比较不会 他可能比较不会 布莱特比特也会 所以你就不要在意了 好不好 那接下来呢 第二题目是 朋友表面是乖顺的小媳妇 但会跟朋友一直抱怨 婆家跟她的先生 每次经历她做法 她都有一堆不做的理由 最后很想脱口而出 那你干脆就离婚啊 请问昂斯 遇到这种只想抱怨的朋友 该怎么办呢 听得好几年 真的好腻啊 但疏远的话 又怕她玻璃心碎满地 可是我觉得常常会有这种事情啊 就是 年轻的 就像抱怨恋爱 就像年轻的时候 大家跟你抱怨男朋友 他也不是想分手啊 他只是想要大家一起听 听这些事情而已啊 就骂一骂就过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心理疗法吧 可是有些人总是 就是很负面啊 有些人就是 always这么负面 哦 所以你觉得不应该 听久了就会觉得 我觉得可能只是他们痛不合吧 哦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耶 但是他又怕 如果你很珍惜这个朋友呢 你就 嗯 印一下 因为其实可能不是感情那么好吧 哦 你就会 可是他看起来好像他很珍惜他耶 他说他怕朋友的玻璃心碎满地 他都说朋友玻璃心了 对啊 我觉得他可能对他其实原本也没有那么 只是不想要去破坏原本朋友这个关系 哦 可是其实你是说 这么这么 真的那么好的朋友 其实也没有 因为其实真的是朋友的话 你要听他讲什么 你都不会烦躁吧 哦 你会很热情的 想要帮他解决问题 虽然他没有听进去 哦 对啊 其实我觉得 大部分的人他都 他跟你讲话 他只是想要有情绪的出口 他真的没有想要答案 我觉得这尤其是 你应该给身旁的男性朋友听 因为常常你跟老公讲什么 他都想要给你答案 可是我们根本没有 我们只是想要你说 你在说你学校公司的事以后 我们只是想要听说 天啊 那个同事真的是个臭三八 对没错 我就是要听到脏话 对我们就是听到 他跟你一起骂就好了 那你就说 下次他再问你就说 哦是哦 哎真的很过分 哎呦你婆婆真的是一个小伯 就算了 真的啊 你也不用真的提 给他问题的解答 因为他其实 说真的 我们当最男人行补 很多事情就是在讨厌 我们也不会去 我们也是只能遵从 那我相信你的朋友也是这样 是啊 就不是不能说 比如说婚姻 有点不 想要抱怨婚姻 哦那你就应该要离婚 然后你要抱怨工作 哦那你就离职 哦你就去创业 也不是 就其实只是要骂一骂 骂一骂就这样 然后又回去睡一觉 明天隔天又 又是一样的一天 对 就这样啊 对啊 所以就听一下 抱怨的时候 他抱怨其实你只想听一听 那如果你真的受不了 你真的再也受不了的话 其实你可以跟他渐行渐远啊 因为我活到这把年纪啊 留下来的朋友真的也是不多 都是这样啊 是不是 年纪越大 EQ越低 你再也不想要跟你绝对 以前 以前你觉得好像可以跟这个人出去一下 老了以后你就不想要再委屈自己了 不就是这样吗 时间很宝贵 对啊 所以既然是这样 那你有可能 他真的不是你适合的 或你珍惜的朋友 那干脆你就不要 就干脆不要再来往 就也不用维持一个 假象吧 就是说 哦你要抱怨 然后我就听 但其实我也不是很认真听 然后觉得很浪费时间 你想听你就去听 你不想听就不要去听 对 我就不问工程师 因为他没有朋友 还是你想要的提醒 没有 我完全同意啊 就是其实女生在谈这个事情 很多就是要一个情绪的出口 你最近才知道的吧 我大概四五年前知道的 哦 所以以前婚前我们都在骂什么 他都不理解 就我们这些消防 就想一直想要 就一点消防 礼拜五晚上在扒风 一直想要给一个答案这样子 其实是不必要的 对啊 没有 其实就是一起骂 而且你怎么会觉得 难道你会觉得女生病笨吗 其实他们也知道 很多事情是没有答案的 哦 反正就只是想要 他你的朋友只是想要情绪有出口 那你就听一听 那如果你真的听不下去的话 就不要跟他当朋友 好不好 那这题是 小红明师工程师 你们好 请问是不是要对 伴侣秘心智 意思就是不要告诉他 你赚多少钱 闺蜜都说 不能让男朋友知道你的收入 甚至婚后也最好继续保密 但男友若提出 为了要结婚买房 做规划财务 而需要知道呢 要怎么样做到 知道对象收入 持续保密自己的呢 哦 那他这很恶劣 他想要知道对方的收入 但他不想要告诉他自己的 请昂师开示 感谢 人气暴 你老公知道你赚了多少钱吗 其实完全 确切的不知道 那你知道你老公薪水多少吗 我确切也不知道 我也是耶 我觉得这是公平嘛 你跟我一样 我其实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不想要让你知道 所以我不会问你的 哦 可是我就是想要知道对方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问我的 我就会说 我又不知道你的 你为什么 四万多这样 对你也 但你不要说 因为我不想听 你不要逼我讲的 我觉得他想要知道对方的啊 想要知道对方的 那就 就可能要靠 真的要结婚之后 才能比较有这种手法 婚前我觉得 就算你知道 其实这些也不是很准啊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知道 但你又不想告诉对方的话 确实 人气暴的方法是好的 因为你要让他觉得公平嘛 就是 我也不知道你的 你也不要来问我的 那我们就 你去偷偷翻他存折 那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并不影响规划 你如果领一万 我现在说 我们要买房子 你给我拿五万 你就想办法去拿五万 你就拿五万出来 他拿得出五万 就拿得出五万 我管你怎么来 对 但没有 我觉得你这样讲不对 因为他 他就是要 他要做规划 我没有要把你的钱榨干 你就拿出这些钱就好了 对对对 可是 如果他不知道的话 他可能会做一个 太大的规划 或者是做一个 过小的规划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 我们现在的能力 是看一千两百万的房子 还是两千万的房子 取决于你有多少薪水 那个男的应该也会 给点意见 他自己能不能拿出多少钱 或是他也有自己的 未来的家庭的难 所以你的意思说 在规划的时候 你先算给他看 如果是这个房子 每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 那如果是这个房子 每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 所以你要A还是B呢 你来选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互相保 保有对方 有可能 我不知道 但我也不会做到那么满 因为其实 就是 我不要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 我还做 要规划男生聚集 也可以去规划 你来提案给我 我提案给你 那就是 那就是问错人了 因为我们三个 都是互相对别人 对另外一半 赚多少钱 不在乎的人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说 怎么可能有太太 不知道先生赚多少钱 然后我心里想说 我就不知道啊 你太太很想知道 你赚多少钱 那是你太太的问题啊 我真的 我从来 我先生他没有隐瞒我 工程师没有隐瞒我 但他告诉我就忘了 我对于数字的观念 是很差的 然后我对这件事情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在意 所以我觉得 你不想讲 就不要讲 但是如果你 你真的不想讲 但你又很想知道的话 你就去托翻他的存折啊 因为每个月都会进去啊 就问他老板 问他老板吗 说对不起 我是XXX的女朋友 我想知道 他在吸血多少吗 这个说法很粗耶 所以我们那种 丢了我们的心字条 你可以再发给我一次吗 不是现在偷看他email 现在是不是用email寄 哦 对啊 你可以用email发给我们 心字条吗 我对上面某某 东西有点想法 这样子 反正不想讲就不要讲啊 有什么关系 我并不觉得不讲 薪水有什么 不过其实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其实我也不觉得 我让你告诉你 我先知道 我让你知道 我有多少薪水 你会怎么样 而且其实问了 他其实也不是不愿意讲 没有因为你已经结婚了 我们都结婚了 万一老公知道我们有钱 对我们动了什么歪脑筋 我们是没有办法怎么样的 可是其实你是交往而已 对啊 我觉得交往 如果你先让他知道 你赚多少钱 结果他开始会有歪脑筋了 你刚好知道 你根本就不应该 跟这个人结婚啊 不是吗 你就会知道 其实他是会 有办法 他想要动你的钱的话 那就不要跟他结婚了 如果反过来 像刚刚那样 比如说你要做个规划 那我现在 像刚刚那样 我讲说 你要拿完 他就说我拿不出来 那你就觉得 其实这个人不能嫁 因为他钱都拿不出来 你可以推论一下吧 我觉得你先问他说 那你先告诉我 你赚了多少钱 然后他告诉我 以后我就突然 把裤子脱了这样 他就忘了 而且其实用讲的 其实根本我觉得这种 你真的也相信 这个人讲这个话吗 就算我老公跟我讲 我其实也不相信 就像尾牙抽多少 我都不相信 哦 就你是说 你老公有可能抽中五万 但是他跟你讲话 他抽中三万 因为他怕你分一杯羹 对 所以其实问了 我觉得问了也是白问 因为就算问了 我也不相信 他们还没结婚好吧 没有那么多心计好吧 好啦反正呢 我们是不是都鼓励大家 问了 一来问了 有可能是假的 因为就只是一个底啦 你是不是只是好奇 你知道大概落在哪里 就是落在哪里 因为他也许不是真的 嗯 对啊 所以就算了啦 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只要他不要钱拿不出来 就好了好不好 那接下来呢 前阵子我才发现 我老公每年都会领到 七千多块的退税 但是他多年来 只字未提 我整个怒炸 至今人无法原谅他 我无法接受的是 他结婚以后 对我越来越资助比较 只要谈到钱就会吵架 虽然这是婚姻的必经之路 但老娘就是非常不爽 我的薪水也比你多一万块钱 凭什么你只要付房租水电 其他家用开销都我来付钱呢 虽然太太薪水多一万块钱 但是呢 老公只付房租水电 其他就不让太太付的意思 然后呢 他觉得凭见夫妻百事啊 这是横骨不变的真理啊 戴莉莉 戴莉莉很生气 我觉得他生气的点 其实是老公拿到钱不告诉他 然后老公 可是我觉得 那他想要 怎么样惩罚老公 他要问我们 要怎么 怎么惩罚老公 我有很多 应该是 那你怎么惩罚老公 你要怎么惩罚 我觉得他只是想抒发情绪 但我想听你怎么惩罚老公 我也想知道 你怎么惩罚老公 嗯 没有啊 就家事全部都不做啊 你该付的钱 你不要付啊 你哪里不高兴 你就从哪里展现给他看 可是那是因为你老公会做家事啊 如果家里全部事都不做 然后就被蟑螂满意 然后我老公也不会去做 那是因为你老公 本来就会做家事啊 嗯 他会做家事应该也到最后 其实应该也是 因为你在惩罚他 没错 被逼到最后 就是 被逼到最后 因为碗已经满出来了 飞喜不开 没有碗 今天要吃饭没碗了 这样 对 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 要穿衣服没 婚姻就是耐力啊 谁 谁受不了 谁就去做嘛 嗯 对啊 看可以撑到最后 只有第一第二名的差别 可是我其实说 没有啊 只有第一名和最后一名 只有做跟不做的人差别 对没错 可是我觉得婚姻 不管有没有钱 其实都会为了钱吵架 其实会啊 所以其实 七千块 那你就想办法 要从别的地方 A回他七千块 很难吧 因为他老公对他 他资猪比较 最近问过 遇到过朋友 就说他老公会说 哎 哎你也花太多了吧 哦 我有同事也是说 好像就居家的时候 就跟他老婆说 嗯 什么 哦 家里的花费真的很多耶 所以那个管理费 你要付一半 我觉得 管理费水费来 大家还除以二 真的是很难看 嗯 对 但是 我就跟他讲说 他说 那问我说 该怎么办 那我就说 那就看你自己 人家薪水领的比较多 他有什么好 叽叽叫 那现在这状况 这个女生比较多 嗯 那他 我觉得老公的心态 可能是想要留一点 老公的心态可能是想 你赚的比我多 你应该多付一点 对 我觉得他也可能这样 然后这七千块 他就想说 反正 只要能够确定 老婆不知道的 老公怎么会 主动讲这种事 对啊 其实我觉得好像会 其实这是一个人之常情啊 哎 我也只是想跟你说 我觉得本来就会 不管 钱经济状况怎么样 夫妻真的会很容易 为钱吵架 因为你其他事情都习惯了 那以后就他来报 他来报税就好了 退税就会退到他那边了 就说你在意的是 这七千块吗 是你去在意他是退税吗 我觉得他在意的 其实是老公对他资助比较 我觉得是这样 对啊 那怎么办呢 那没办法 那就代表他赚的不够多 他就是钱不够啊 那能怎么办 老公如果已经资助比较 那就改不了 对 我觉得因为这是价值观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说 我今天跟你开个会 他就放松 不可能 所以就是你意思就说 就是忍耐 没有我就可能会 Uber都叫他叫啊 会叫他借我七千块 然后不还他 他对你资助比较 他就一直叫你还啊 我就不要理他 钱在我手上 为什么要还他 他就不会借你吧 每年给你借七千块 我跟你讲 居家期间 工程师好像说 有一天跟我讲说 你知道吗 我这个月Uber 因为我后来 我花太多钱了 居家期间真的会 一直叫我菜 一直叫我菜 会比较贵 然后我就让我老公 叫一次 然后他就说 你知道吗 我这个月Uber 叫了六千多块 什么之类的 我心里想说 天哪 我卡费单都两三万 我几乎没有出门 我卡费单都好几万了 你叫个六千块钱 到底有什么 有什么好说的呢 就直接跟他讲啊 对就直接讲出来啊 而且钱的问题 真的不管怎么样夫妻 就是为了为钱的事情 因为事实上 关于钱 我觉得每个人 看的角度不一样 所以怎么样都觉得不公平 我怎么样看你觉得 你买的东西就是不值得 但我买的东西很棒 对没错 所以算了啦 我觉得价值观不同 是永远不会变的 所以就算了 不然怎么办呢 如果你真的 所以要想办法 找到自己心里 比较好过的方式吧 你如果一定要 一直这么深 就是一直在慎怒之下 那当然就 看到这个人就非常讨厌 我认为你们婚姻的问题 应该不止出在钱上 你会为了这件事情 气死的话 或者是他要讲出 一定会有别的问题 对啊 可能男 老公资助比较的时候 可能讲出什么恶毒的话 伤害到他 或是什么 对啊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你婚姻一定是 不值钱的问题 所以说 说说离婚吗 对啊 我们说 请你去离婚 这样吗 还是不然该怎么办呢 就跟他 就不要给他 晚上不要推倒 可是搞不好 他早就没有再给他推倒了 那就不要让他睡 就不要让他睡觉嘛 所以晚上一直吵他 一直咬他 有病吗 你做一些小事情 让自己心里比较好过吗 这是欺伤犬 因为你要一直咬他 你也得醒着啊 对啊 没有 但你有点快感啊 你自己有得到快乐 你自己找到 自己可以快乐的感 你就是 你就是那种 你让我不舒服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你就是母羊座 是啊 就是说如果家里的事情 你可以去发展你自己的兴趣 或是你要做任何事情的 之前 你一定要把自己家 家里的事情做好 你如果家里的事情没有做好 你就没有办法要求 而且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然后你太太就没用 五分钟又咬你一次 五分钟又咬你一次 这样吗 神经病叫 最好你会比较快乐的 没有 就不一定是咬他 就是说你自己去找到 你自己 有些人做一些小小的事情 小小的抱负 或是你跟他讲 小小的反抗 你自己会觉得比较快乐 你就这么做吧 就是怎么样去抒发 你自己不爽的情绪 其实是找方式 哦好啦 反正你薪水比较少 这样吗 你觉得男生会不爽吗 就是啊 就是事到他爆炸为止 那最后工程师 你提供一句 你觉得男人会听得最不爽的话 然后我们让这位太太 跟阿老公说 快点 我认为是眼神 没有什么话说 就是用眼神 要不然就是用七千块 编成张帝的一首歌 一直在家唱 这位朋友你问张帝 之类的对 七千块到底在哪里 好烦哦 我为了要救他 他那个长长的 长长的我一定要救起来 所以呢就用一直编张帝的歌 然后激怒了 我只是在家里哼个歌 大家都有自由 你如果听不对啊 你如果觉得我在讽刺你 那万一他比你更厉害呢 他也写一首歌 我们两个就对唱了起来 那就变成 变山歌 他跟他太太说 就变山歌 七千块其实存起来 对没错 然后两个就在家一直对唱 然后我觉得呼吸关系 就会更紧密 我婆婆那个婆婆就那个突然按铃转过 是男人说真儿对夫妻 有张提供 你到底在哪里 好烦 好了相信你没有得到解答 但是 所以你就记得先把五倍券把它凹起来 拿他的五倍券 先把他五倍券拿起来 对就先这样子 OK啦 我拿到三倍券的时候 第一件事做什么吗 什么 你没有拿到啊 就给我老婆 你根本没有拿到好不好 因为我根本没碰过他 我老公也是啊 但是他马上第二件事情干嘛 跟你拿两千 不是 他马上po网络 说我自己好棒哦 就直接都给老婆 为什么他都已经给你了 你还要这样讽刺他 他说可以讲吗 你真的很肆无忌惮 好啦 反正你算是很建议税的问题 一来你可以用张提的歌 激怒他 二来 明年你开始自己报税好不好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解答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回答话呢 就是记得 就是继续来投稿 然后记得要订阅我的podcast哦 就这样咯 拜拜 谢谢人气宝 谢谢工程师 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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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